从今年3月份美国爆发中共病毒以来 石文利和戴志真就来到纽约中央公园110间 免费向民众教法轮功五套功法 我们在这打坐练功放着平静的音乐 然后后边是呼啸的救护车 因为这边就是医院嘛 前边是匆匆走过的那些路人 他们都戴着口罩很紧张 当他们看到我们在这很平静的时候 他们就会经常说我们需要你们 再就说谢谢伸大拇指的合适的都有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 适合各年龄层 新颖男女老少纷纷加入 有小孩有大人有老人 他们受益于大法那种喜悦 还是就是那种从心底发出的喜悦 那些人过的时候都这样 或者说合适很虔诚的 对我们 或者说这样 我喜欢因为它帮助我的身体 它帮助我的身体 Jackeline以前是一名舞蹈演员 落下了关节疼痛的毛病 她从今年六月开始参加晨练 除了下雨从不间断 公园的西语艺员工马德拉佐患有胃灼热 他在拿到小莲花并呈念上面的九字针炎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后 第二天病痛就消失了 至今没有再犯 对 他说他很珍惜那个莲花 他都带在身上 他说他还准备看网站看大法的书 民众在学练法轮功后 越是用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身心受益升华 更有人到练功点送鲜花表示感谢 新唐人记者 柯丁廷 韩瑞 纽约报道 新唐人记者 柯丁廷 纽约报道